黑暗荣耀,算是把校园暴力的恶,彻底展现在大众面前。 故事的女主人文东恩是个高中生,因为家境贫寒,再加上性格懦弱,反而遭到了富家小姐言真的欺负。 社会是很现实的,有些人生性恶劣,却能成长在一个有钱的世界里,身边从来不缺跟班,就连作恶,也有人帮衬着他们。 而那些所谓的受害者,除了忍辱负重之外,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。 一根卷发棒,成了文东恩的噩梦,在他的全身布满了丑陋的疤痕。 而这些疤痕全都出自言真的杰作,他是懂如何羞辱一个人的,更懂得如何将校园暴力的危害降到最低。 在外人看来,那些受害者只要没有断手断脚,那就是小孩之间的玩闹罢了。 就算是闹到警察局也无济于事,只要花点钱,照样可以让自己的履历变得干干净净。 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女孩子来说,自己的身体无疑是最重要的存在,可文东恩全身上下却没有一块好的皮肤, 如果不是自己强制性地要求退学,还不知道将来遭受的屈辱到底有多大。 当然了,文东恩也想过用自杀来解决全身的痛苦,可每次站在生死边缘抉择的时候, 他还是没那个勇气去结束生命,明明犯错的是那帮恶人,凭什么要让自己付出生命的代价? 仇恨的种子早已经在文东恩的心中发芽,他开始默默调查起那帮施暴者的兴趣爱好,还有未来梦想等等。 毕竟俗话说得好,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,只有充分地了解自己的对手,他才能有反转的余地。 只不过文东恩怎么也没想到,那个让自己痛苦一生的严真,最大的梦想竟然是成为贤妻良母,恐怕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笑话了吧。 连文东恩都想不明白,严真那种恶人,为何会有贤妻良母的梦想? 而他不知道的是,在恶的人,内心也是有一份美好憧憬的,严真之所以会变成美女施暴者,就是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罢了。 他从小的确是衣食无缺,但从未享受过父母的关爱,只要一犯错,就会如同受害者一般,被自己的母亲家暴。 长此以往,就算在天使的心灵也会被玷污,直到变成恶魔,而严真就是那朵来自地狱的花。 梦想是什么?通俗点来说,就是做自己最想做,却难以实现的事情罢了,严真之所以想成为贤妻良母,一方面是对自己童年遭遇的心疼,不想让孩子奔赴她的噩梦,另一方面是对母亲的一种憧憬,恐怕她曾无数次幻想过自己的母亲就是一位贤妻良母吧。 原生家庭的教育方式固然重要,可一个人的心如果黑了,就算将未来刻画得再美好,也终究会回归一片狼藉的。 其实文东恩不必去纠结严真想要成为贤妻良母的梦,因为那种人的愿望是实现不了的。 江山一改本性难移,已经烂透了的严真,就算再怎么用金钱去描绘自己的生活,也实现不了最初的梦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